那麼說到九合一選戰就不得不談談桃園的選情 現在也是相當激烈 尤其藍綠白都已經確定人選了 那麼接下來這一仗要怎麼打 各自要面臨的問題又有哪些呢 首先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國民黨派出的前新政院長張善政 他的問題就是之前的徵招之亂 到現在都還沒有跟在地立委屢林 也沒有跟議長邱毅勝來碰面 也沒有守牽著上野團結戲碼 反倒是這兩個人頻頻對羅志強送溫暖 接下來恐怕是考驗張善政的地方 能不能讓軟寧在這個地方大團結 那麼民進黨現在也確定排新竹市長林志堅來選桃園了 不過當然了就被冠上了落跑市長的罵名 但是鄭文燦說了 面對對手張善政看起來好像雷勢洶洶 其實也不用高估他的戰力 尤其他也不太熟桃園打的選戰方法又是很傳統的 所以他認為林志堅還是有機會 但是林志堅要在7月辭職 然後匆忙的空降到桃園 一切從零開始對他而言也是考驗的一種 不過呢大家看到的是民眾黨 他現在要派出的是立委淚湘林 那麼淚湘林就主打了這一些都是黑箱作業 只有他們是公開透明 甚至呢他說藍綠都是高層指定的徵召法 只有民眾黨是民主初選 他說他要對抗政治權貴跟小英男孩 甚至講到了他不會辭立委要參選的爭議 到底會不會因此被拿出來討論呢 接下來恐怕是賴湘林要面對的問題喔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